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在这个疫情进入初期呢就研究了很多我觉得得有不下十几二十个这种线上的这种阅读资源 因为我非常看重孩子的阅读能力的培养和理解 那这一套是我最喜欢的 它的每一个就是你进到这是它的主界面 它的每一个界面进入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主题 比如说可以看到的 animals and natures 如果你选择其中的一个主题再进入呢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书进行选择 而且它这些书 大部分的书 因为我自己个人对这方面有比较深入的一些研究 因为我个人兴趣点是在阅读上 大家可以看类似于这一本 它上面有一个这个标志 这个也就是说是美国的Canbertshire获奖作品 获奖作品呢就是说是 可以说是已经得到了就是说比较权威的机构认证的这些书 然后呢这些书呢是非常适合孩子阅读的 如果你进到每一个书的里面 比如说这一个topic它应该讲的是大象 然后那它就会有两本书 有一本呢是fiction 也就是说是童话类型的 还有一本呢是nonfiction 也就是说它把每一个主题都给了你一个fiction 然后给了你一本就是童话书 又给了你一本这种的所谓的科普类型的书籍 然后童话故事书一般打开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简短的动画片 然后让孩子们很有兴趣的去阅读这本书 这个nonfiction的书 我可以给大家稍微点一下浪费一点点时间啊 然后它是一种 你如果孩子比较小 像我小儿子的这种年纪呢 你就可以让他给你读出来 然后里面是文字和图画为主的 像这样 然后可以给你一个类的读出来 如果你是年纪比较大的孩子 像我老大二年级 他完全可以自主阅读 那这个孩子就只是在看一本电子书 等这一个系列的书的童话故事和 这个科普书都读完之后 它后面会有一些简短的一些题目 然后让小孩子即可进行一些练习啊阅读 通常我的孩子 我大概使用了这个 已经有了一个多月了 然后暑假也会继续使用这个 每天大概给他们一次或到两次的机会 然后让他们可以 第一是增强阅读 第二个是也是理解能力 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 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各种类型的网络资源分享 然后这个是个很有名的 这个Kaha Academic 这个在国外是非常有名的一套免费的 Home School的教学资源 然后上面有数学 阅读 写作 各方面的网络资源 可以大家都可以是免费给大家使用的 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参考的 一个教学资源内容吧 这个大概是我可能数学会经常使用的一部分资源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也提到过的 我会组织本地的小朋友进行一些reading club 然后书目呢 也是会根据这些 我一般喜欢给小孩子选择是获过奖的一些作品 我认为这些作品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 是有它的原因的 在孩子很小还没有建立起来 自己独特的阅读偏好的话 用这些经典的作品给孩子作为一些阅读的启蒙 是比较有这个可信度和这个执行力的 谢谢Jessica 我知道Joyce自己经营了一家STEM课程的机构 想必你这边也应该推出了相应的一些熟悉课程吧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些资源和想法吗 这个就让我开启了一个广告时间 谢谢主持人 这个是我们目前有的一个网络课程 是我们自己组织的 那因为经过这次新冠疫情呢 我们在加拿大已经开启了网络课程 开了三轮 基本上反响都非常好 因为我们请的都是比较有资质的 有那个教育背景的老师来做这个课程 那么我们分组的话呢 就是按年纪较小的到年纪较大的 我们不想让孩子有太多的年纪的限制 因为每个孩子的发展不一样 每个孩子兴趣不一样 那有的孩子他可能年纪比较大 但他对于这些STEM的东西像编程没有特别的感觉的话 他可以从比较基础的开始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呢 我们可以开始一些block的coding 因为我想国内有一些孩子 他们都学过scratch 这是比较流行和普遍的 那像scratch它是一个block coding 它是拖拽式的 所以说对于不会打字和英语不太好的小孩 他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block形式去编程 那另外呢 小孩都知道mancraft 这个是全球无限制的 但是有一些家长他会觉得说 不想要太多的screen time 但是孩子又喜欢打游戏 所以呢 其实mancraft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一个系统 它的平台 它推出了很多的不同的edition 那我们用的是一个javascript的edition 小孩子可以在里面自己组成一个玩偶 给他编译一些功能 然后放到这个游戏里面去 所以在这样一个比较有意义的screen time 又是寓教于乐的 所以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课程 第三种呢 是3D design 那我们的孩子呢 可以通过一个网络平台 它叫TinkerCAD 这个TinkerCAD如果是做工程师的都应该知道 Autodesk是CAD的老祖宗 所以TinkerCAD是一个针对小孩模式的一个3D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通过TinkerCAD呢 小孩可以通过拖拽这一些不同的形状来组成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如果是线下课程的话呢 我们原先是可以给小孩打印他们的作品 那如果现在只有线上课程 那大家只能分享自己做的设计 所以这对于低龄儿童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随后呢最后一种呢 就是说是其他一些编译的课程 也都是为Coding 那我们有很多的平台支持 像这一类的Micro的平台 它是用Microsoft 另外还有一个大一些的孩子呢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平台来做 我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 所以我们想主要的观点呢 是在于应用 就像我们大家在讨论的 就是说大家很重视数学的理念 很重视数学的学习 但是呢因为在国外这个数学资源又不够 我们也不太希望小孩只是沉浸于计算的速度 所以我觉得最多最多的想法 就是通过编程来应用数学 那么我自己个人也感受到 在我自己小孩编程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可以去摸索一些 关于线性代数这样一个比较高深的理念 虽然说只有他只有十岁 但是呢他对这个感兴趣了之后呢 这是家长最想谈到的地方 除了这个网络课程呢 我觉得其实我很希望推荐一个其他的一个语言系统 因为我知道中国妈妈呢都比较重视语言 那同样的在国外我们的我们作为华人妈妈 英语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虽说中文是个问题 但是呢更多我们可以拓展其他的语言 所以呢在加拿大呢 因为French是第二语言 更多的妈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习法语 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推荐这个Dolingo 这是一个免费的网站 这个网站它综合了非常多的语言 包括中文 所以说呢这个选择之后呢 比如说我选择法语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不同的class 我不懂法语我只能瞎点 那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呢 它可以有一些像challenge一样啊 或者像做游戏一样啊 不同的主题 你点进去之后呢 它可以一级一级的上升 像有level 然后每天呢 有这个experience的points progress 你会看到一个线性的柱状图 然后小孩也非常有成就 所以说这个网站 因为我的小孩在用 他们已经开始了法语和德语的学习 所以我非常希望所有的妈妈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app 可以用的一个线上的教材 对于我个人来讲 这个这次的夏天 基本上就是一个省钱计划 没有比这更好的时间去省钱了 所以说除了一些网上的 有必要的课程 家长可以相对给自己孩子 选择一些的话 其他的时间我都用作来 比如说有更多的时间陪小孩画画啊 他们也在练琴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阅读的时间 或者说游戏的时间 在家里追赶的时间 其实都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内容是非常的丰富 不一定要再学习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我只是希望更多的家长 能够多考虑和孩子一起 enjoy time 这就是最终的目的了 关于这点 我也有一个想补充的主持人 您说 对 然后我们以前孩子上学的时候 相信无论哪个国家都很忙碌的 因为早上要早起床 一整天待在学校 晚上回到家 又要吃饭 又要写作业 现在孩子待到家之后 我发现 我多了很多时间 可以给他们布置家务活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家务活的过程当中 第一 体会到作为家庭一份子 应该尽的义务 第二 他们也是一种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现在我们家的洗衣和烘干 这个任务已经都属于两个孩子了 他们会负责把这个 我教给了他们怎么使用洗衣机和烘干机 怎么样把衣服拿出来 当然他们还不太会晾晒 或者是叠挂这个衣服 但他们已经可以在当中明白 原来妈妈一个星期要洗六七锅的衣服 要烘衣服 要记得做这些事情 他们也会做这些 然后爸爸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的后院 然后呢 只要有后院就有做不完的 这个后院的这种的活 今年我们开发了一片小菜园 现在已经种上了韭菜 辣椒 大葱 等等 可能有七八样不同的蔬菜 那小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很有乐趣的 他们看到这个黄瓜苗长出来 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就说 爸爸我可能想要吃这个样子的西红柿 我可能要吃西瓜 他们就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想法 因为以前上学 他们不是不想而是没有时间 现在他们天天待在家里面 就多了很多时间可以去体会到 劳动的一种快乐吧 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补充的 也希望如果待在家里的每一个孩子和家长 都可以来共同想一想 我们可不可以给孩子也增添一些这样子的时间 算是一种家庭时间 也算是一种劳动的乐趣吧 好 补充结束 非常好 这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大自然的一种途径 他们还可以赚到自己的看电视时间 因为妈妈说 如果你帮妈妈今天做了一项家务活 妈妈就可以奖励你看一集动画片 然后那这一集动画片 我也会非常有心机的说 你只能看中文动画片 所以他锻炼了中文 对对对 做我的孩子很不容易 分享网络这个教育资源 作为三国妈妈群的群组 不得不要重新再提一下 刚才杰斯盖也提到过的 我们那个公益的活动 就是小朋友之间的一个语言的陪练的计划 刚才Joyce也分享了一个网站 大家可以免费的在上面学习语言 但是我们这个陪练的这个计划呢 是交朋友的那种方式 面对面的这种交流的方式来训练 所以说比方说一个十岁的擅长中文的 在中国的一个小孩想学英文 然后我们这边国外加拿大美国会有 有差不多年龄的住在加拿大或美国 擅长英文的孩子想要学中文 那么我们可以就进行给他们配组 配成一个小组 然后小孩子可以通过这个同趣的交流 可以增加他们对这个学习语言的兴趣 然后同时又可以建立这个社交的能力 这个网络资源 学习资源 我这边也有两个 我想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 这个是一个题库网站 那些点什么加减乘除法 然后这些都是教学大纲里面规定 一定要学的 就比方说这个加法 比方说我乱选选这个 然后我再这个提交 提交的话 你错了 错了它后面会帮你来解释 怎么样才是对的 那为什么我推荐这个RXL呢 因为我发现它的这个低龄版本特别好 四年级的话 小朋友他其实可以自己通过网上来完成这些作业 但是小孩子 特别是小小孩 大人一定要去陪他 他不会读这些句子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这个网站 我觉得几乎可以脱手 比方说五岁的 Kindergarten的Math 它有一个帮你阅读的功能 比方说这个 这句话小孩子不懂 它是什么意思 那你点一下之后呢 它这边会有语音 但我点了之后 它会读出来这句话 那小朋友只要点 点着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我这边 再点一下 哦 yes or no 我选一个 然后就可以递交了 其实这个网站是我们 MapleShine Education 自己在做的这个网络辅导课程里面 用到的一个题库的一个平台 然后另外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是 Udemy 这个网站其实是适合那种大小孩 就是高中生大学生 甚至是我们成人 它是一个录播的一个录制的一些视频的网站 它的课程是非常多的 比方说我这里一个design design的话如果是game design 比方说unity 点进去的话 都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短片 先可以试探 然后觉得好的话就可以够买 看看大家是否在暑假里面 自己或者小孩需要 妈妈们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在大家分享这些网络资源 我发现大家已经分享了好多 而且都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自己都想拿小本本记起来 就不光是为了孩子 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用 然后可以分享出去 说个题外话 就我周围就是很多 妈妈我们自己也是在学英文 因为在国内的话 用英文的时候还是不是特别多 然后很多也自己在充实 我觉得你们分享的好多 其实成人也是可以用的 觉得很好 那个Udemy我自己就用过 我之前在工作 还没有成为全职妈妈之前 有用到一部分Seql的东西 但是我是不太会的 因为我的背景是学Finance的 而不是计算机的 我就有上过它那个Seql的 简单的入门课程 是很容易听懂和学会的 是非常不错的资源 那我有一个问题 那它上面的那个资源 就是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这个网站 它自己来录制的吗 还是它跟就是其他的一些 被你更强的一些 它连接过来的网 就是资源呢 我当时上的Seql 它应该是跟Microsoft有合作 因为Seql的应用 是要跟你本身用的 哪一个Seql的 就是那个database库是相关的 所以它是跟那里 有一定的联系的 然后完了之后你还可以 然后是一些录播 就是有人在旁边讲 也会有给你练习的 就是一些题目的一些机会 就我观测到那个 这些网站上面 他们提供的这些 录播的视频 有一部分是 有些自己做 这方面教学的人 上传之后 通过他们这个平台 再进行售卖 这些录播的课程 但是课程 制作的都非常好 我个人是偏向于 如果是成人学习 或者大一点小孩学习 偏向于这些 录制的课程来自学 因为他们已经是精简过的 很多的东西 你可以通过一个 十几分钟的一个短片 就可以学到 大量的一些知识 我没有问题 但我有一个建议 我觉得我们今天 很多妈妈都分享了 很多干货 火花思维 Dulingo RXL 我觉得主持人 是不是可以考虑 多花一点时间 在这个结束之后 我们把这些干货 都整理出来 然后以这个公众号的形式 或者是发到我们 全里的形式来服务大家 然后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都有一个 资源共享 三国共赢 对 这也是我最后想要 跟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到时候 会读一篇特别的 公众号文章 然后罗列出 嘉宾妈妈一些推荐 然后在这次 公开那个连线的最后 最后我们再聊一下 这个线上线下的 教育的对比 大家都知道 2003年的SARS疫情过后 成就了一批 以阿里巴巴京东 为代表的 在线购物平台 然后这次席卷 全球的这个新冠疫情 让大批的 线下的那个教育 转向了线上的教育 或许未来的教育 将是成为 这个线上和线下的 一种结合 更有人说 有些人认为 是未来是 线上教育的天下 由于时间的关系 嘉宾妈妈可以 简短地来发表一下 对这种观点的看法吗 就是我个人呢 我还是蛮怕 线上教育的 因为从2月份开始 一直到6月份 就是整整4个月的 那个线上教育 就是对我和我们全家来说 其实都还蛮崩溃的 就是 中间产生了 无数的争吵 那些 其实这个 我跟我周围的朋友聊 好像大家都有这个东西 还都想 快点开学 快点开学 把孩子还给老师了 就是线上的 就是这个教育呢 就真的还是 我觉得蛮 对小孩来说 小小孩来说 还是蛮考验 他们的自治能力的 就大部分来说 你还是得家长盯着 就占用了家长 太多的时间 但是呢 刚才听到大家的一些 那些的介绍 我觉得其实 但是很多呢 很多线上教育 对一些 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来说 可能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在他们 就是学习能力 建立起来以后 然后他们有 自主学习能力以后 线上有更多的资源 这个我觉得是 非常认可的 我其实是 初中和Manda是一样的 我这个人是 非常抵制一切 在之前的时候 疫情之前 是非常抵制一切的 线上教育 和这些过于 现代化的手段 我觉得 伟大的编程师 在他们小的时候 包括硅谷的这些 编程师 他们小的时候 更多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 与人的沟通交流 和一些自我的思考 而不只是对这一个电脑 这种枯燥的电脑 可是疫情 让我感觉到 当你不得不去 尝试这些东西 就会发现 线上资源 其实有很多 那在这些很多资源当中 父母要做到的事情 一个负责任的父母 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帮孩子 去筛选和衡量 什么样的线上资源 是适合他们的 那么多长时间的 线上时间 是对他们这个年纪的身心 都是合理和健康的 其次最主要的 我觉得疫情 还有一点就是 它更多的不是说 我们线上或线下 大的一种博弈 而是告诉我们家长 你要改变一种教育思维了 你不能把你的孩子 就是丢到了学校 或丢到了兴趣班 That's it 你要的是家长的更多参与 如果有家长在旁边 作为指引 线上教育 也可以绝对是 其力大于其弊 可如果你觉得你今天 这个线上教育 就是把孩子丢到这里 对着电脑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那无论是再先进的 这个教育手段 对孩子都去其弊 大于其力 所以我是希望家长 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 考虑一下 是不是以后可以 更多的参与和监管到 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当中 这是我的分享 我个人的感觉是 线上教育是一个大趋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小孩子 他们生活在这个年代 他们没有办法 去避免运用电脑 而且呢 与其说你让他避免用电脑 而不如说是更好的引导 如何去用这个线上的资源 小孩子都会自己打开YouTube 去看那些视频 那么至于他们看什么视频 这就是在这个年龄段 我们家长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说 线上是一个大趋势 因为我本人在读一个MBA 它就是一个online的课程 我读了两年半 已经即将结束了 所以说通过这个MBA 我就发现 这个线上的教育 在于目前来说 它可以是个广泛的全球领域 因为已经无所谓 你在哪个世界哪个地方 我的这个线上教育 它是在美国的一个大学 所以说你在加拿大 或者你哪怕在中国 通过我们无论在哪个地方 都可以连接相互交流 学习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知识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不需要去刻意地 避免这个screen time 但是要如何更好的 去运用这个screen time 当然说从健康的和这个思想理念来说 我觉得和我们这一代家长 我们都是open mind 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接受 这些高科技领域的 合了而不为呢 让我们的孩子更加接近于 现代的高科技领域 也是不错的选择 谢谢Joyce说得非常好 时间也过得很快 节目也临近尾声了 然后非常感谢嘉宾妈妈们的参与和分享 刚才Jessica提到的那个建议非常好 就是刚才嘉宾妈妈们分享的 一些网上的资源 我们将会出一篇特别的公众号的文章 帮大家清晰地罗列出这些资源 希望大家关注近期 Maple上课堂公众号的文章的发布 然后我们非常希望 本期的活动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干货 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快乐地度过 这个不一样的暑假 再次感谢嘉宾妈妈今天的参与 也非常感谢观看和收听的所有的妈妈们 我们下次再聊